太阳升上来 新闻端出来 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今天是2023年的8月14号 星期一 非常高兴在空中跟各位见面了 那当然今天因为这个周末感冒 声音有一些沙哑 但是这个精神还可以了 只是笔音很重 请各位见谅 那当然今天到了周一 想跟各位来谈的新闻 就是在周六的时候 看到乌克兰的军方运用S200 攻击克里米亚大桥 那当然第一时间 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就把克里米亚大桥来袭的飞弹给击落了 基本上克里米亚大桥没有损伤 人员没有伤亡 但是看得出来俄乌冲突这件事情 还在不断的变化 已经离开了战场 没有打这种所谓的似乎正规战 都打这个偏门 那当然更令人感到 有点奇怪的是在礼拜六的时候 这个俄罗斯做了一个宣布 外交部发了声明 他这样写的 他说俄罗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保障国家安全 不允许核战发生 那当然实际上在1994年的1月14号 美国跟俄罗斯当时签了一个 互不瞄准协定了 这个没有法律依据的 只是说我们大家不互相瞄准 当然在马上2月15号 英国跟俄罗斯也签了 但是俄罗斯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呢 这个协议还有没有生效 就要看大家的态度了 那今天想跟各位来谈的话题就是 到底美国对付俄罗斯上面 现在还有什么高招 听我道来 话说呢 当然这要讲到 在6月初的时候 刚刚上任的这个太平洋舰队司令 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布 说俄罗斯军方将会动员 这个大概有大小船只 30多艘将近万名 这个俄军跟中国进行一个 叫北部联合 2023的海上联合军演 那当然地点呢 是在日本海嘛 对不对 这个故事啊 我也不能说故事啊 新闻啊 之前跟大家聊过 那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呢 在日本海这个等于7月份啊 这个军演完毕之后呢 总共有11艘军舰厚厚荡荡 经过呢 中古海峡 进入这个白令海 朝的北冰洋啊 就去了阿拉斯加这边啊 美国这个一看不对啊 北方这个司令部啊 立刻调动四艘啊 这个军舰啊 准备进行拦截 那这个四艘军舰分别是 麦凯恩号 本福德号 芬恩号 还有中云号啊 那更不要说大小船舰之外 还有P8反潜机 全部跟着去了 这个都是我们在 目前看到的 一个局势变化 似乎焦点是在远东地区 亚洲的远东地区啊 但实际上 真正的焦点在哪 应该说是欧洲的 巴伦之海这个地方啊 因为巴伦之海啊 这个地方呢 等于算是 俄罗斯的后花园 那经过北冰洋嘛 一个在远东地区 一个在欧洲地区啊 这个是遥乡啊 这个呼应的一个地方 中间当然呢 是北极圈 常年是俄罗斯的掌控啊 在美术冷战的时候 美国也没有想 从这边啊 去欧洲 不需要嘛 因为他大西洋 他从东岸 就去欧洲很方便 他不需要跑北冰洋 对不对 所以美国到现在 整个破冰船啊 只有一艘 之前两艘 一艘退休了 只剩下一艘 是属于这海岸警卫队的 而且是经常在维修 老船啊 不是核动力了 那跟俄罗斯相比 俄罗斯有三十多艘啊 大小破冰船 那核动力的大部分都是核动力啊 你就知道 在北冰洋上面 那还是俄罗斯的天下啊 但是啊 在俄乌冲突之后 看得出来美国战略布局知道呢 如果啊 这个俄罗斯啊 跟乌克兰的战复外溢 那外溢的方向 一定是什么 西欧 德国啦 波兰啦 啊 这个就往下面过来了啊 就像当年的二战的时候呢 的西线啊 德国往西边打 那当然呢 美国就想到一招叫做牵制战术啊 就是进行所谓的东线啊 东线在哪 就是巴伦之海啊 讲到巴伦之海之海啊 我当时看到这个地名的时候呢 我想 那枝嘛 那一定不是主要的 对不对 巴伦之海 后来去查了 冤枉人家 人家是荷兰的航海家 这个威廉巴伦之啊 他在1595年的时候呢 他也是和鼠东印度的员工啊 这个公司啊 就说啊 我们要往北边啊 去拓展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航线呢 可以去做生意的啊 荷兰人 外号叫做海上马车夫嘛 就是要做生意啊 把欧洲的货拿到别的地方去卖 把别的地方的货拿回欧洲来啊 荷兰人 他不太像 西班牙葡萄牙 因为他来的晚一点啊 他殖民地很少 但他只能靠做生意啊 所以当年日本的七七啊 卖到欧洲 是荷兰人在跑腿啊 美国人黑船事件去日本 翻译是谁 荷兰人啊 荷兰人会讲日文会讲英文啊 所以那时候就是荷兰人来得非常早 所以荷兰人当年 为了要跟日本做生意 甚至什么 抢了台湾嘛 跟西班牙 不是我们昨天前天才讲 打了一仗 把这个台湾抢了 所以台湾有那个叫红毛尘 指的是谁 荷兰人啊 荷兰人头发是红的啊 好 那比较多了啊 族裔啊 族裔啊 也不是全部都红 他们就是那种金红色 金红色啊 好 所以呢 你看 他因为跟日本的贸易 当时把七七啊 拿到欧洲来卖啊 这个把欧洲东西拿到日本去卖 那当然呢 这个服饰会啊 日本最厉害的服饰会 就是日本当时这样 因为他的这个老百姓啊 大家这个知识水平不高啊 那为了这个对一些事件的了解 大家就有人画图啊 比如说这边啊 发生一个传难啊 那时候没什么车祸嘛啊 大家都走路 那那个传难他就画一下啊 有什么他画一下 画画画这些东西啊 就硬嘛 给大家看 他叫做哦 哦这个船是这样沉的啊 啊 这是屁股先下去啊 好 这服饰会啊 诸如此类就开始了 当七七啊 卖到欧洲的时候 服饰会啊 就拿来包装 这些七七 到欧洲 后来对欧洲的画坛啊 产生巨大的影响 许多欧洲这个比较近代的 会画 很多名家 都是受日本服饰会的影响啊 这个蛮巨大的 好 那我们就讲回来 那这个荷兰人呢 威廉巴伦兹啊 在这个1596年的时候呢 等于算第三次奉命 继续北上 去找 哪边可以做生意 他就走走走 就更往北嘛 绕过这个挪威啊 什么这边就进去了 往北冰洋啊 进去 因为那边实际上 海面上都结冰啊 他们1596年进去的时候呢 走着走着就迷路了 船啊 就冰冻啊 给冻住了 那时候也没什么破冰船 他们就卡在那里 然后呢 他们就在扶冰上啊 过冬啊 唯一的办法 回不去了 就在扶冰上面 过冬 那怎么办呢 就把船上的木材啊 拆下来取暖啊 什么 搭了一个棚子啊 大家就挤在里面 那这一船人呢 好不容易熬过了冬天啊 死了只剩下十几个 当然包含船长啊 这个叫威廉巴伦兹 那他们就开春啊 到六月啊 终于荣兵啊 六月才荣兵啊 在那边待了八九个月 那终于荣兵之后呢 他们就南下回家了啊 但是这个巴伦兹啊 还没撑到荷兰 就过世了啊 你就知道 这个当然对巴伦兹来讲 他的生命啊 就为探血而牺牲掉 那何蜀东印度公司呢 这个当然呢 对他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嘛 那么好的船长 为了敬念啊 敬念他 就把他们停留的这一带啊 叫做巴伦兹海 敬念威廉巴伦兹啊 这个航海家啊 所以呢 巴伦兹海的由来啊 在这里 好了 这个历史故事讲完 我们就要讲巴伦兹海 前两天 俄罗斯啊 搞了一场大的军演 就在巴伦兹海啊 动用了图啊 腰洞六型的轰炸机 这个图腰洞六啊 一般不出来的 图腰洞六就是属于核打击 这个轰炸机啊 一般这个用不上啊 大概图九五啊 就够了 那这次不一样 二十艘军舰啊 那当然呢 这个将近上万人啊 来到巴伦兹海 进行了一个巨大的军演 这个实际上 俄罗斯的这番动作 演给谁看 演给美国人看 因为话说在 大概几个月前啊 二月份开始 美国经常啊 在搞一个叫做 北极天使演习计划 北极天使的 这个计划概念是什么呢 他的科目是这样啊 把美国的战斗部队 运到阿拉斯加 在大概八成就 安克瑞治啊 这个地方 然后准备好之后呢 运输机啊 带着这些 这个等于士兵嘛 装备 横越 这个穿越北极啊 他不能往俄罗斯这边飞嘛 他往北极走 叫在哪呢 降在芬兰啊 芬兰降落之后呢 这个跟挪威啊 因为挪威最早加入了北约 对不对 最近是瑞典跟芬兰加入 因为丹麦跟挪威呢 早就加入北约啊 那他们就降落在芬兰 跟这个挪威的部队啊 会合之后啊 进行啊 军演啊 他简单的这样讲 就是美国正在制造一个 长途打击威慑力量 我可以让我的部队呢 最短的时间 穿越北极 从阿拉斯加运送部队到欧洲 等于就是俄罗斯的后院啊 去进行所谓的这个牵制行动啊 因为真的如果这个俄罗斯军队 这个南下啊 往西边这边来了 那东边这边干嘛 要打牵制战 所以这一次啊 不管是在巴伦之海的军演 或是中俄啊 这个联合巡航 都看得出来呢 俄罗斯已经发现了 美国现在这个战略布局啊 正在加拿大 不然急急忙忙拉的瑞典 芬兰 加入北约 因为从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啊 这个等于算北欧四国 丹麦挪威瑞典 芬兰啊 它基本上呢 如果能够形成一个 网 如果把丹麦挪威瑞典 芬兰四国呢 拉进来的话 就可以把俄罗斯啊 堵得死死的啊 出不来了啊 你如果呢 敢这个往西边打 我就在你东边的 开始进攻啊 这个战略上呢 非常的明显 那巴伦之海至关重要啊 所以俄罗斯最近 为什么搞了一个 巴伦之海军演 对不对 最重要就是要告诉 西方国家 我在这里啊 还有强大的部队啊 图腰洞六出来干嘛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们真的冲巴伦之海 我就去轰炸 因为巴伦之海啊 它的范围其实不小 但是呢 沿着俄罗斯的这个边界 再过来这边啊 就是北欧四国啊 那这个图腰洞六啊 它的火力啊 两架 听说两架图腰洞六 可以把一个欧洲城市啊 彻底毁灭 就是那么大的火力啊 所以呢 它的出动 很罕见 非常罕见啊 但看得出来 俄罗斯的态度 是非常的确定 告诉你 西方国家 不要有邪念 你什么北极天使 你别来这里玩 对不对 而且美国现在 最近啊 已经很明显 把这个重型轰炸机啊 这个不管是B-52 B-1B 或是B-2啊 通通掉到 这个阿拉斯加的基地 还有这个RC-135侦察机 全部都来了 那当然呢 更不要说 光是在阿拉斯加的空军基地里面 F-35跟F-22 最先进的战机 超过上百架 在这个地方部署啊 就知道 他在这里部署啊 当然是一石两鸟了啊 可以说是 当然对于这个亚洲地区啊 产生一定的嚇阻力 必要的时候呢 穿越北极 进入俄罗斯的后院 轻而易举 这个等于深东及西啊 非常的重要 所以现在为什么 这一次中俄联合巡航 美方会如此的紧张 以及高度的关注 甚至派出了四艘啊 神盾级驱逐舰 随行啊 对不对 更有P-8反潜机啊 全程啊 跟踪 当然中俄联合巡航啊 也不是省油的 人家的科目啊 走归走 还有超科目的啊 第一反潜作战 对不对 集成啊 敌人潜艇 啊 这科目成功啊 第二个科目 叫做什么呢 就是啊 更重要 空中来袭的时候呢 完成防御啊 把敌人啊 驱敌了 啊 这个也完成了啊 更重要 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个舰载直升机啊 互相降落在对方的军舰上 这种军演的级别啊 我们把军演的级别看成 至少有三种 这种是最高级别的啊 就是作战级别的啊 有一般是 比如说 海上安全啊 或是联络感情的像那种 美国每次都搞一个什么 泛太平洋什么这种啊 大型的军演啊 那种就是联络感情 大家出来逛个街 各自回家了啊 各自操练科目啊 不来真的啊 这种就是啊 一等一的啊 最最高境界的 级别的军演啊 所以看得出来现在中俄关系啊 在这种高级别的军演上面次数啊 越来越多 当然现在地缘政治变化非常的快速 就像这次中俄联合军演 中国的空警500 已经都已飞到白令海啊 配合海面船舰啊 一起军演 当然俄罗斯这边啊 也除了这些海上侦察机啊 大家一起配合 海空联合啊 驱敌 这种动作都看得出来呢 中俄在这个上面也发现 必须啊 大家要互相支援的时代 越来越迫近了啊 因为现在地缘政治的变化 都不在话下 因为美国啊 据说现在呢 这个国防部啊 发包啊 要求啊 就是要寻找一种喷 喷剂啊 喷什么呢 喷在船舰上面的这些 舰载武器 譬如说 舰炮啊 什么 喷上去 干嘛 不结冰 因为这个以前啊 比较罕见啊 这个万一这个船啊 走到北边 有点结冰啊 大不了 叫做水冰啊 拿个木棍 拿个棒球棒啊 把那些冰敲掉就好 但现在呢 要求有这种防冻喷剂啊 喷上去 这些炮啊 枪啊 什么 不结冰 就代表什么 他有计划长期啊 在这个地方啊 出现的时候 他的装备 要有反应的时间 如果都结了冰啊 这个炮怎么射出去呢 对不对啊 所以你看他搞这个 第二 他现在准备招标 做破冰船啊 但是啊 基本上他现在短时间啊 一下照不出来啊 因为呢 这个 这个所有造船长 赶着造这些驱逐舰啊 航母啊 潜艇啊 所以呢 他的破冰船啊 这件事情可能 要去跟别人买 也不知道去哪里 反正他想办法啊 但他至少 他有尝试啊 曾经有规划过 听说这份报告 不知道怎么样啊 被这个美国媒体啊 泄露 说呢 美国现在正在规划 从阿拉斯加出发 穿越北冰洋 等于从俄罗斯的后院 到欧洲 走船舰哦 不是刚刚前面讲的飞机 带着这些士兵啊 什么北极天使在飞啊 他走船舰 当然呢 国防部第一时间否认啊 国防部讲的这个话是 这个很那个啊 说我们会在全世界 任何地方啊 当然就是意思说 保持自由航行啊 自由这个通行啊 什么什么啊 这个我们现在 将来所做的 跟现在所做的 是一致的啊 这个讲的跟没讲一样啊 但言下之一呢 他不证实 有没有这件事情 但是看得出来 美国正在准备 扩大他的所谓 北极啊 这个方面舰队的能力啊 就是他的军舰 或者破冰船 将来能够穿越北冰洋 尤其是现在气候暖化 你看最近全世界气候异常啊 那当然呢 北冰洋航线 这个将来能够行驶的时间啊 越分越来越多 俄罗斯也看到这个局势啊 变化很快 因为俄罗斯之前呢 做的这个破冰船啊 都是几万吨的 核动力的大船啊 就是专门实际上站在一个商业的角度来看 俄罗斯啊 是真的这个破冰 带着这些货轮啊 穿越北冰洋 因为在这大概20年来啊 俄罗斯发现 这个俄罗斯大量运藏的能源啊 天然气石油 在哪呢 就在北冰洋 巴伦之海这边 一路过去啊 全部都是啊 这个能源在比较北边 好 那俄罗斯就不断的开采啊 把这些啊 就用破冰船啊 带着油轮进去 把这些石油啊 给运出来 俄罗斯也因为这样啊 他的经济啊 才慢慢越来越好 对不对 各位应该记得当年苏联刚瓦解 那个时候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 今天的俄罗斯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好 那到这时候 如果在后面啊 这个地区 非常的不稳定 他的能源开采会出问题哦 所以最近啊 俄罗斯发包了 他的破冰船代号 23550啊 还没取名字 23550 各位记住啊 这个破冰船呢 特色呢 他不大 8000吨 之前的那个破冰船都2万吨啊 什么很大的核动力破冰船 这个只做了8000吨 他要先做三艘 那这个破冰船扭在哪里 上面有直升机降落狭板之外 人家还带了绿松石导弹 防空飞弹 他有点你说他是军舰 他也算是军舰 你说他是破冰船 他也是破冰船 对不对 那他将来执行的任务就在北冰洋嘛 那将来这个就有武装力量啊 他等于是一个活动的 飞弹平台啊 在北冰洋跑来跑去啊 对不对 这边有事他开过去 射两枚啊 那边射两枚啊 他不是定点的啊 因为北冰洋很大 那第二 俄罗斯啊 开辟了一个叫做北极机场 就是在这个冰面上面啊 坐机场 这个大型飞机都可以降啊 就代表什么 俄罗斯知道在地缘政治上的变化 过去他们家 家的后花园啊 这个北冰洋啊 现在已经大家是蠢蠢欲动啊 都要来了啊 那当然呢 远东地区亚洲啊 就要靠中国嘛 对不对 不然海参崴那么重要的港口 俄罗斯会松口 各位想想看 这个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 那么多年来 海参崴都没有跟中国提过说 哦你可以来用啊 你可以怎么样 现在中国军舰也可以停靠海参崴 海参崴也成为中国的内貌港 那这一次军演虽然只是一次性的短暂的停靠 将来有没有可能长期 他确实需要借用中国海军的力量啊 来到这边啊 在亚洲地区啊 至少帮他一点忙 但是中国也非常清楚啊 这个北冰洋是俄罗斯的后花园啊 但是我们前面讲过 北冰洋航线能够节省 这个航程啊 至关重要 但是中国也知道你也拿的好 你不能让俄罗斯啊 也很紧张啊 认为呢 哎你好像啊 这个采了那个什么 他的这个就是后花园一样啊 所以中国基本上还不会到北冰洋啊 去什么驻军啊 什么什么啊 如果有俄罗斯拉的来 咱们就一起来 海参丸 你将来万一要租借给我当军港 我也不排斥 中国也等于呢 多了一个啊 这个优良的北方天然军港 实际上那早年也是我们的嘛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北京条约这件事情 我们就不提了啊 但是在现在来看 比中国还紧张的叫俄罗斯 对不对 那未来的这个北冰洋啊 大概他的热闹程度呢 不会输给现在的南海 但是看得出来呢 如今世界的变化 或许我们今天讲 北冰洋八轮之海 大家听起来还觉得很陌生 好像很遥远 但是各位放心 在未来的新闻当中 八轮之海北冰洋 这些东西啊 会经常出现在新闻里面 美国会有更多的大动作 来到啊这个北冰洋啊 八轮之海 甚至听说 美国还有一份文件讲说啊 他要求北约部队啊 你们尝试啊 这个组一个舰队啊 开到八轮之海啊 如果北约舰队真的透过 克拉海进入八轮之海 俄罗斯怎么可能答应吗 对不对 但美国已经要求北约的舰队啊 所以你们要不走走看吧 万一不行啊 再回去 所以就知道 在这个地区的变化呢 现在真是越来越北啊 那我们也希望呢 在未来的节目当中 还有更多资讯呢 能够带给大家 跟各位来分享地缘政治的变化 那当然非常感谢各位 在昨天的这个敬畏点评当中啊 关于谈到这个心中关系啊 的发展 很多朋友留言 真的是啊 尤其是我自己 常年居住在新西兰啊 看到局势的变化 更感觉到新西兰跟中国的关系啊 我们也期盼啊 这个全世界呢 这个大家还是能够和平的方式啊 来解决问题 但是啊 这个这个念头啊 真的是越来越难了 对不对啊 当然今天的节目呢 还是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 表达您的观点啊 那也希望呢 明天的节目状况能够好一点 鼻音啊 不要那么重啊 今天非常感恩各位 关心国际大事 锁定金卫点评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 拜拜